大家好,我們是許綠合子 二十世紀末,世界人口急速上升 糧食短缺成為了暫升的問題 科學家開始培育高產量的種子 這個發明,隨即受到過國農夫的歡迎 但這種做法不單止破壞了生態鏈的平衡 亦都令品種多養性下降 更加甚至在農作物、生畜和家禽中注入化學物品 以進一步提高食材的品質 可惜過度使用化學物品 亦都為大自然帶來不可磨滅的影響 例如農藥損毀了大量土地的營養成分 而這個問題矯旺過正 反而導致了現在嚴重的浪費問題 有研究指出 香港人每日棄子的廚餘相等於250架雙層巴士的重量 可見這個問題應該盡快受到證實 我們亦都曾經上街訪問過超過一百個人 邀請了不同的年齡層一起做一個意見調查 超過九成的受訪者表示 他們都曾經有因為忘記了食物的最佳期限 而造成食物浪費 長年累月的新的畜牧業經營方式 和市民的過度消費 浪費食物都不斷在破壞生態環境 所以我們設計了這個應用程式 來改變大眾的飲食習慣 防止事態惡化 實行可持續的飲食 許綠合子這個應用程式包含有四個功能 分別是食譜、尋找有機餐廳、尋找有機食材 以及記錄食品的最佳期限的功能 首先食譜功能方面 我們會根據用戶先前所登記的材料 推介一些運用即將過期的食材的食譜 減低造成浪費 由於蔬菜在種植的過程中所排出的溫室氣體比肉類低 我們的應用程式亦都會主張用戶優先使用蔬菜 其次,尋找有機餐廳的功能會通過定位服務 搜尋附近的有機食食 易用程式除了會推介該餐廳的餐點之外 亦都提供了一個平台 給用家去分享自己的用餐經驗 相似地,尋找有機食材的功能 會在用家輸入所需食材之後 通過定位技術去搜尋附近有售該食品的超市 最後,記錄食品最佳期限的功能 可以幫助用家記錄而有的食材 防止過量財賣 亦都能夠運用通知功能來到即時提醒用戶 在最佳期限之前使用食材 以免造成浪費 這個是截取自應用程式的演示影片 當中所示範的正是食譜功能 首先用家需要選擇想要用的食材 及後應用程式就會提供多個食譜選擇 然後用戶就可以跟著食譜烹調 還可以紮寫評論 以及選擇要不要儲存食譜 最後可以選擇把相應的卡路里 加進主頁記顯示器 而這條片就是顯示跟如何記錄最佳食用限期 首先功能會顯示已經記錄了的食品 然後用家就可以選擇新增食材 手動輸入食品名稱以及過期日子 抗應之後就會顯示在記錄上 我們希望可以通過這個應用程式 達成不同目標和好處 首先是減少浪費和推廣可持續飲食 長遠來說 我們希望可以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 和保護生態環境 我們亦有跟不同的應用程式作對比 OpenRice和Greenit只有尋找有機餐廳的功能 而外料理只有食譜功能 而市面上的大部分應用程式都沒有記錄最佳期限的功能 由於有很多應用程式都未能同時具備四種功能 因此如果實行可持續性飲食 選擇我們這個應用程式可以減少許多的不便 為了方便用家的使用 我們日後亦都會加入額外的功能 用戶可以透過手機的攝像頭去分辨食材 和辨別食物的最佳食用期限 不需要再逐一用人手輸入 減少了大量的時間 以及減低輸入錯誤的機會 這個是我們的團隊 我們大概用了100小時去完成開發這個應用程式 我們明白這個應用程式仍然有很多不足之處 因此我們會繼續開發這個應用程式 宣傳可持續的飲食 盡我們所能協助維持大自然的平衡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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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